5月1号报税季节也要到了 纳税义务人准备好报税了吗 目前多项报税方式当中是以自然人凭证 上网报税最方便了 那么为了鼓励纳税民众多多来使用这个方式 所以国税局中和机争所举办了 极不可思欢乐送的活动 只要是以101年6月份申办的自然人凭证 和今年3、4、5月份的发票5张 就能够免费兑换一台读卡机 哪一种报税方式又快又方便 从报税资料显示 这几年以自然人凭证透过网路报税的方式 最受到纳税人的欢迎 也因此为了鼓励更多人使用这种方式来报税 国税局中和机争所举办了 极不可思欢乐送的活动 鼓励大家申办自然人凭证 透过网路报税轻松完成报税 自然人凭证事实上可以自己下载所得跟扣除额 那透过网路申报的程式呢 它是可以自动帮你计算你的应纳税额的 所以为什么它的速度上会比较快 是因为这个原因 以自然人凭证网路报税的方式 所需要的读卡机 国税局将会透过 极不可思欢乐送的方式 免费送给纳税义务人 自然人凭证事实上呢 是必须要透过读卡机来读取的 那所以呢我们是因为怕民众 他只办了自然人凭证以后 他如果没有读卡机也是没有用的 所以我们会办了一个 极不可思的租税宣导活动 也就是说民众呢 只要持有101年6月2号以后 办的自然人凭证 跟五张102年3到5月的统一发票 就可以兑换读卡机一步 网路时代崛起后 报税变得更简单更轻松 国税局透过赠送读卡机的方式 鼓励大家多用网路报税 节省时间也更能提高 为民服务的税务品质 中加新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